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月24日凌晨,英超迎来一场11轮的补赛,阿斯顿维拉对阵纽卡斯尔林。 本场比赛结果倒是没有让人意外,但估计切尔西是真的无奈。 作为全队身价3.1亿欧元的黑马,阿斯顿维拉此意凭借着沃特金斯和特拉奥雷的进球。 2比0晚胜有卡斯尔连升至联赛第8名,蓝军切尔西隔空遭遇打击,蓝帕德太难了。 为什么说蓝军切尔西遭遇打击?因为维拉升至第8,直接将切尔西挤到了第9的位置。 值得一提的是,维拉和切尔西两个队目前积分相同,但是维拉少赛二场。 考虑到这一点,蓝帕德真的是太难了。 比赛第13分钟,沃特金斯破门,维拉率先打破僵局。 这是沃特金斯本赛季联赛的第7个竞球,表现非常强悍。 不得不感叹,布伦特福德真的是良心卖家。 比赛第42分钟,格拉力神送出助攻,特拉奥雷破门,维拉扩大比分优势。 而这一球,也帮助维拉锁定胜局。 此一过后,格拉力神在本赛季的18场联赛中,贡献了6球8助攻的数据。 数据可以,但是这个人踢球的风格,真的有待伤去。 弄伤德布劳内,这是尔,没得起,此一过后。 阿斯顿维拉终结了各项赛事的三连败,并且在联赛中升至上半区。 但是,对于切尔西来说,这个结果,真的非常糟糕。 对于本赛季的篮军,争冠显然是,有点强人所难了。 争4或或者争6,或许是更接地气的目标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维拉、圣徒、铁锤帮、太飞堂这几支球队,都是篮军的主要对手。 蓝帕德,该怎么办呀?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